休斯顿火箭迎来了首场季前赛,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孟卑斯灰熊,火箭先输后赢,最终以131比115轻松击败的对手,虽然只是一场季前赛, 但对于休斯顿各种招兵买马的火箭而言,只有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,尤其是那么多新员,急需这场比赛来检验自己的成色,以便在新赛季正式来临之际找到自己的定位,应该说,火箭这场得到了诸多惊喜,安东尼的手感依然是热,恩尼斯在公榜两端也是活力十足,克里斯虽然毛操了一些,但中间能力不错, 巴西杜兰特·卡伯克洛满满的天赋,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最令人兴奋的,莫过于麦卡威的出色表现,21分钟,六投五中,多次杀到篮下制造半规,最终拿到了19分3篮板二助攻的漂亮数据, 虽然一场季前赛不能代表很多,但是麦卡威本场表现出来的东西却相当丰富,甚至可以说,他的很多技术特点,是灯泡之外的最佳补充,如果麦卡威能够在火箭实现复活, 那么,莫雷的这笔签约,只能用神来支笔形容了,不过,麦卡威的强势表现或许,会令一个人感到担忧,布兰登·奈特,也许会因此措施先机,在安德森的交易中,奈特作为筹码被送到了火箭队, 奈特2015年签,下的五年七千万合同还有两年,所以,这算不上一份好的合同,虽说如此,大火箭对奈特还是抱有较大期望的, 他的组织合同,蓝能力,被莫雷认为是主力火箭的关键因子,然而,奈特的玻璃属性却令人感到担心,上赛季,他一场没打,被三星交易到火箭之后, 他又立马进行了手术,虽然只是大手术之后的小手术,不会长期痴症,但是在赛季即将开始的情况下, 奈特白白措施了羽球队磨合的最佳时机,实际上,火箭后场龙化人数很多,除了哈根,暴罗,戈邦铁三角之外,麦卡威手朽的强势表现非常耀眼, 详细的帅也愿意继续使用麦卡威进入后场龙化,这样一来,后场两个位置的96分钟时间,就已经显得不太够用了, 哪怕当当炮三人组会不时打一下三后,但也难以再确保第五人的稳定出场,作为全队薪水第四高的球员, 奈特本应该成为麦卡威之前火箭后卫的第四选择,可惜他因为伤病丢了先机, 一旦麦卡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延续高光表现,那么,奈特在想多走位置就变得很难很难, 哈根,保罗继前三首秀依然星光夺目,可登露火春晴的三分球,以及他微波炉式的手感,非常适合做火箭的第六人, 加上麦卡威,火箭四后场的完美首秀,仿佛已经把新赛季的排兵布阵顺序给规划好了, 加上森林狼那边,无意将巴特勒送到火箭,因此, 哥登基本上可以确定会继续留在队中,在这样的情况下, 奈特倒是很有可能再度成为火箭的交易品,他的薪水较高, 如果能够打出前几年的那种水,准,那么奈特还是具备一定交易价值的, 特别是在火箭不断寻求补强阵容的情况下, 奈特加天投加选秀权的交易方案,会具备更大的操作灵活性,太便宜的球员, 火箭不一定看得上,如果是一两千万年薪的球员, 兴许就有莫雷满意的对象,詹姆斯、约翰逊、贝茨莫尔, 也都是这一区间薪水的球员,奈特也怪不了谁, 三年前他们更先下五年期前外,证明了他的价值, 只是,在弱旅太阳队中,容错空间更大一些, 而对于目标总冠军的火箭而言,奈特必须尽快证明价值, 否则,他又该去适应新东架的打把了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